清华大学今天公布学生学业评价新方案 从9月开始 学生课程成绩将不再用具体分数评价 改为用ABCD来标注等级 或者仅区分通过和未通过 等级评判的自主权完全交给院系教师 由他们根据课程目标设定评价细则 新方案的目的在于激励学生把更多的注意 放在个人能力素质知识的培养上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成绩 让学生能够在大学四年能够实现成长 而不仅仅是说我大学四年 我就是一个成绩好 我就是个好学生